疫情兩年多來 我們看到中央地方政府人民一起努力抗議 我們今天特別來藥局 就是感謝兩年多來 我們藥室藥商藥局 不但從販賣口罩到現在快篩季 甚至於送藥到確診者家裡 對民眾都有解說勞苦功高 特別來表示感謝 同時我們也在昨天宣布 給中低收入者及長照的住民免費的快篩季 今天我們特別要向國內同胞宣布 我們要給0到6歲的孩童持健保卡 就可以領5劑的免費快篩4劑 所以還要來拜託藥局 特別繼續幫忙 那至於這個方法跟時間 由指揮中心來宣布 那我們也看到5月1號以來 有些確診者因為資料不齊全 所以沒有領到居隔單 所以我們特別請新北人口多 行事負擔重 所以唐鳳正維來調整一些城市 讓從下個禮拜期就可以從線上自己下載居隔單 這些都是能夠減輕新北地方政府的負擔 相信最有力的防疫是中央地方一起努力 我們兩年多來大家一起努力 已經創下好成績 現在要進入正常生活前的最關鍵戰域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繼續努力 走過防疫的最後階段 大家一起進入正常生活 那民視體態要詢問 政新紓困延長特別討論 政院的紓困政新特別討論延長 那釋出攀影業跟旅宿等各項補助 那民眾覺得不太夠 那請問中央有打算加碼補助嗎 那有關工業者認為紓困因 應該要先紓困再政新 疫情變化很大 三年的情形各有不同 那過去在第一波海嘯第一年的時候 那是全球受通緝 大家都很痛苦 去年製造業等等就很好 但是去年我們政府有規定一些禁止措施 今年又不一樣 我們要漸漸走入正常生活 我們沒有禁止內用 也沒有禁止出遊 所以我們看到出口依然暢旺 製造業也很正常 我們針對這一段期間 許多民眾自主防疫 以至於減少到餐廳 也減少出遊 確實有受衝擊 所以我們用正新的方法 來幫助餐飲業 現在已經有一萬八千多家申請 而且我們還有名額 請大家不必急 但是政府都會照顧 另外有七萬多車次 可以出遊 旅遊 我們相信這一波疫情 現在在高延期盤整很快 如果能夠順利通過 一定會很快 恢復整個餐飲 及旅遊業的榮景 至於出國旅遊等等 都還要看疫情及國外的情形 指揮中心會有各種規範 請大家注意